台湾一堆人被诈骗骗得惨兮兮 光是去年台湾人被诈骗金额 竟然高达88.78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而蔡政府执政八年 如今卸任前倒数 政院却宣布 要修诈气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四个法 要加重诈骗刑则 而个人诈骗金额若是超过一千万元以上 最高会判十年 而若是集团诈骗 还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希望把打炸的政策 装潢化打炸能够更有成效 政府砸了两百亿成立述发布 连装潢费都花了几千万 打炸成效却被骂爆 而可见那么过去民进党执政 国会还占多数 若修法能打炸 你过去八年到底在干什么 要到卸任前的时候 才是一个清仓的概念吗 成见人到底在干什么呢 为什么这些人都坐领高薪而不干事呢 占着毛坑不拉屎 这可都是我们辛苦的血汗钱 这根本就是一个幌子嘛 就是在欺骗我们老百姓 网友诈过头骂 民进党嘴上喊打炸 但最大诈骗集团恐怕就是财政府 成见人花了十几亿 成立一个要打炸的办公室 苏正商花十几亿 成立要打炸的国家队 也成立了数发布 预算两百多亿 结果越打炸 炸平安越多 你们领了那么多薪水 什么事都没做 快要下班了 赶快在下班终生想之前 赶快交代一下 我有处理了 如今打炸修法 都还只是提案阶段 连送国会都还没有 而这款政府和这款打炸进度 难怪诈骗集团会赚到出油 记得信用录视过好 SN小组台北报导